因為可能之前我在另外2019的環境裡面 它已經幫我建了一個ListObject 我其實是已經建好了ListObject 在我的這個檔案裡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 你們那就沒辦法抓了 所以怎麼辦呢 像這個地方 可能目前來看 最... 如果我說你用那個從Web沒辦法抓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用一個IE物件 那這個IE物件怎麼去抓 特別注意 其實裡面的話呢 大概步驟 其實也雷同啦 只是說我們只是把那個什麼 IE物件把它遷入到我們的VBA裡面 也就是說我讓它在背後去幫我什麼 跑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它只是用一個CreateObject 意思說把這個IE物件幫我包進來 那預設它的那個Visible 它的Visible Visible指的是看不看得到 預設值等於0 就是看不到 我把它變成1好了 我們這樣show可能比較清楚 那其實我們大概做哪些事情 第一步哦 也許你們回去可以亂亂看 就是用IE物件下載 先把它清掉 然後先產生一個IE哦 它現在在記憶體裡面 預設值是不能看到的 可是我們為了要讓大家比較清楚知道 到底做什麼 所以我把它等於1 等於1就等於true了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IE就被打開了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是在背後幫你做一些事情的 那做哪些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哦 這個地方我把它這樣子移動來看會比較清楚 一個左一個右好了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第一件事情的話 navigate 就是把這個網址填入這個網 有沒有 上面的網址填上這一串 放在這裡哦 有點像你輸入那個網址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就進來了 然後我這邊為了3指是讓它等待它3秒鐘 再做下一 不然的話它網頁如果還沒出來的話 那我就沒辦法抓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抓什麼 這個網頁裡面的哪一些標籤 那標籤部分的話呢 通常哦 我們會去抓裡面的那個 像TegName TegName是HTML 所以這個之後我們再說 裡面有一個標籤叫TABLE TABLE第幾個 從0開始 第0個 因為它裡面好像我印象中只有一個TABLE名稱 就抓到那一個 然後把它的TR 所有的TR TR指的是列哦 全部抓下來 然後呢 再來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裡面有TH TH就是它的 它的儲存格是什麼 HEAD 是 什麼 因為儲存格有兩種形態 一個是 所謂的那個標題的儲存格 一個是一般的儲存格 那這個地方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為了說要辨識說 到底它是TH還是TD 這底下我做一個判斷 所以我就讓它跑了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剛開始應該是TH啦 後面的話是TD 那我就讓它全部跑完 OK那你會發現 足夠足夠跑啦 也就讓它在這個 這個網頁裡面呢 去抓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 Inner text 就是裡面的什麼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幫我一個個把它抓下來 所以如果把它全部跑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按F5好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全部的資料呢 就會被下載到我們的Excel了 就在這裡 把這些資料 放到這裡來 OK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啦 因為今天的時間 可能不太夠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如何利用IE物件 去抓取網頁的資料 那它如果跟那個Python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其實也不遑多讓 我覺得沒有差太多 因為我主要我以前 還是常用Python來抓 但是我後來發現 好像在IE物件上 概念都一樣啊 抓起來也沒什麼不一樣啊 那差別只是說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反正這個範本絕對是可以run的 你們以後呢就套用範本 另外的話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其實主要是改這個標籤 還有這個TechName 這個之後的話 我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其實用IE物件 我覺得最便利 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下載降雨量 因為降雨量 我剛剛講過 降雨量 主要是這邊要點一下 然後讓它切到降雨量 資料才下來 所以如果要讓它切一下 這個動作 蠻高階的 那裡面的話 其實程式只有增加 它總共有這五行 這五行意思說 我先把清單切到那邊 然後讓它WALK 資料就下來 我再把它抓下來 所以其實回去的話 你們可以試著 也可以把它亂亂看 那所以你會發現降雨量 如果要抓降雨量的話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如果把這個程式貼過來的話 你們可以回去亂亂看 下載降雨量的話 它基本上 也是一樣會把降雨量打開 這個Visible 等於1 然後再把資料 幫我把它抓下來 最後把它關起來 這個資料 降雨量就通通下來了 其實我們終極的目標 其實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這邊的所有資料 以後就不用自己畫了 看最好的 可以怎麼 組合圖 總共24個 自動把組合圖全部完成 然後把24個圖 分別放在中間 那是最好的 不過可能要先 學會爬蟲 爬完蟲之後的話 再把那個圖 批示放進來 然後再把有沒有 一個蘿蔔的坑 這個當然 我是覺得有點困難 不過做出來 應該還蠻有成就感的 OK 所以請各位回去再試試看好了 下一次 我們再來針對有關那個 如何利用那個IE物件 去下載 這個氣溫跟降雨量的部分 在比較 就是細部再說明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 回去可以看看 這還蠻好用的 而且這個範本 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OK 應該你們在網路上 應該不會找到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我花一點時間 把它踹出來的 但是可能裡面要參考一些 網站相關的說明 包含就是說 到底IE物件上面 要用哪些方法 那我這邊有放了 連結在上方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參考 這個叫W-Sign School 它裡面有一張Element Object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用的那個物件 OK 如果你會懂得用那個Element Object 來做的話 等於就是說網頁看得到什麼 你全部都抓了下來 沒有那個抓不下來 反正你都已經放在上面了 對不對 只是說我要怎麼利用這個VBA 去控制這個Element Object 抓到我要的資料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如果細節部分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我們就先到這裡 來吧 來吧 谢谢大家